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老爷们大家好 这里是加密阿法 虚旧未减甚是想念 现在是新加坡时间的2024年10月5日周六 下午的3点51分 很高兴又跟大家再见了 小草格拉斯再次拟定空头分配的份额 那么大多数的话都是有增加的状态 大家可以再次进行一下查询 相对应的链接我们会放置在视频的简介处当中 方便大家的使用 另外格拉斯的场外价格是在1.36U左右 如果他能够真正的上一些大钱的交易所 我觉得币家还是有继续稳定上升的空间在的 那么另外我们给大家稍微提一下 就插播一下 很多人觉得格拉斯他可能只是一个利用闲置贷款 赚零花钱的一个平台 但他其实真正的潜力是远超于想象的 格拉斯在全球数据市场中的巨大收益空间 才是他的关键 格拉斯通过全球用户的闲置贷款 快速低成本的抓取高质量的实时数据 这些数据的话不仅包括文本 还富含了图片和视频 特别适合AI模拟训练 市场分析和web3的应用 此外格拉斯的全球数百万节点网络 不仅用于数据的抓取 未来还有可能出售带宽资源和 就是给那些需要实时处理数据的一些企业 虽然这些部分的话还在发展当中 但是随着市场的需求增加 机会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更重要的是 格拉斯已经找到了产品市场匹配 市场认可了它的产品和服务 特别是那些需要实时高效数据的公司 那么找到了这样的一个项目的话 通常会迎来一个快速增长 且这是格拉斯的重大优势 与依靠代币发行赚钱的项目不同 格拉斯依靠于 它其实是依赖于真实的市场需求 加上格拉斯刚刚完成了A轮的融资 这笔资金的话将帮助它拓展网络 提升技术和快速的抢占数据市场 随着企业对去中心化数据解决方案的需求增加 格拉斯的话前景还是会比较乐观的 最近很火的水生态的挖矿项目 一个是MET一个是FOMO 其实从名字当中的话 我也想告诉大家 那你在参与的时候切勿进 就是切勿覆默情绪代入 接着我们根据此篇推文几个重要的信息 我们做一下纠正和更改 那么一小时的利润差不多10块人民币 这个无法进行估量 起码以我们现在手中的设备来看的话 挖到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话 应该不太可能 因为它出现的掉线情况会比较严重 那么手机端是可以挖矿 比Windows系统还要快吗 这个有待考证 手机确实也可以挖 然后MySea系统的话挖矿更快 不不不 这个我直接就给你取决掉 PASS掉 除非你是可能M3 Pro 就是更高级别的一个电脑 就是MySeaBook的话 那是有可能的 然后第四个OKX 它是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的 我们只需要导游私钥和合约的地址就好 合约的地址在这里 我们只需要在这个方向上进行复制就好 另外的话 你如果词篇推文你没有看到的话 在这个方向上它其实就是在这个就是这里了 点击一下复制 然后进行添加一下那个合约地址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根据它后文推文的一些问题 我们说一下 你在参与的时候 你需要在你的前方当中 有1的税 税的话是可以在OKX进行到一个兑换的 你可以用其他代表去进行兑换 然后另外盖思费的话也是比较低的 不过其实我不太建议大家参与了现在 很多人反映就是在这个页面上停留很长时间 然后挖取的这个Mint Token 然后依然显示是零 那这个的话 给大家稍微说明一下原因 因为有可能是长时间没有进行刷新这个页面 所以它的Mint Token永远显示是零 那之前有跟着我们频道一起做过 CARV联合到币安的那个活动的话 那么在CARV的主网当中 就是和币安联合的那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这个是已经大概结束了半个多月 或者是一个月 具体时间我忘记了 那么有关于CARV 它自己主网的这个活动的话 就是每日进行签到 然后有四大供电进行每日的一个收集 Soul的那一个代表 就是灵魂点 然后就可以相对应的 在未来兑换成为CARV的代表 那么在那个任务的活动页面的话 出现了一个新的标签页 这个标签看起来像是未来领取空头的页面 包括在这里的话 有个Coming Stone就是即将推出 我觉得会作为到一个第一季空头领取 4000万的一个CARV的代币 我们日常保持一下关注就可以了 包括你也可以看我的这个视频 关注我们的频道 如果它在开放空头领取的时候 我一定会第一时间告诉大家 通过我们视频下方的OKX注册邀请链接 我们不仅可以获得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的优惠 也同时可以获得到数字盲盒 以及对应体验金的福利 这些盲盒当中也藏有丰富的奖励 这是不容错过的 那么接下来币安也有大福利等着你 通过以下注册链接 也同样可以享受到全网最高手续费减免优惠的同时 享受到诸多福利 因为币安作为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提供了丰富的空头活动和交易的机会 赶紧点击注册链接 成为一个真正的外部三人 接着我们来参与一下羽毛测试网的一个银河任务 是可以获得到一张OAT 那么这里要怎么做呢 所有的你看到这些任务的话都是假任务 只有这两个 一个是加入到TiGram的群组 一个是加入到这样的一个群组 这两个是需要你真真实实的去做掉的 不过你其实做下来也不会特别难 为什么呢 你加入相对应的群组之后的话 你可以点击到一个立即退出 退出此群组 它其实对你来说也没有什么影响 然后另外有些 最近我看到很多观众老爷 他会反映就是TiGram的话 是分号比较严重 你要切记 一天当中不可以加入太多的群组 或者是进行太多的操作 这样会导致你的TiGram是进行分控的状态 他认为很可能是机器人在操作 不是真人在操作 那么另外你完成所有的这些任务 这边有个问答环节 到时候答案的话我们会贴在那个视频的简介处 然后方便大家的使用 如果你觉得比较麻烦的话 你也可以去搜索 因为这个问题也很简单 然后这边所有的任务做完之后 就可以领到一张OAT 但是它领取的时候是需要花费一下 阿比创链上的一个ETH 虽然金额不太多 但这里取决于你 如果你是之前有跟随我们频道 一直在做羽毛测试网的 我觉得你可以去做 因为它其实只花费到这样一点点的费用 就是你可以去领取它 如果你之前没有去深度参与到羽毛测试网的话 那这个 那我觉得选择权还是在各位观众老爷的手上 紧接着的话是融资3000万美元的 Humanity第一阶段任务教程 那么目前是测试网第一阶段 我们只需要去注册到Humanity的ID就可以了 就是其实是个人的信息就可以 开始交互的话 然后这里是具体的链接 我们到处会放置在视频的简介处当中 方便大家的使用 那这里我们可以使用到邮箱 或者是钱包进行登录 它这里显示的话是连接钱包功能有问题 不过我刚刚去做一下 连接钱包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不过你连接钱包和连接邮箱都是一样的 你连接完钱包之后还需要绑定邮箱 那同样的你去用邮箱进行登录的话 最后还是要去绑定钱包 所以两者的话其实是不冲突的 然后目前的话测试网一共有三个阶段 但是目前是第一阶段 后续如果有更新教程的话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进行更新的 最后的话是Burning VR的一个激励性质的测试网 目前已对所有的人进行开放 我们只需要完成简单的几个交互的步骤 就可以得到空头的一个资格 那这里的话有一个具体的教程 我们来到此前的一个任务页面 在这里连接下自己的钱包 连接完成钱包之后需要在自己的正上方点击一下 第四个板块Quest 其实也就是任务板块 点击完成之后这边有个可用任务 我们目前仅可以完成这样一个可用任务 做其他的任务的话是不会对我们的空头有任何帮助的 那这里我们点击相对的链接 它实际上无非就是创建一个PXETH和WETH的尺 那对这两个代币都使用到一个再抵押的操作步骤 那其他的话我们就不做任何的一个讲述了 我们直接来做吧 同时的话这个交绳的话其实它是有兼顾到的 首先第一步要进行一下那个Sepolia网络的领水 接着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 在网页当中去连接下我们的财宝 连接完成之后我们需要将ETH转换为以下几个资产 一个是OETH一个是PXETH和WETH 我们这边做一个例子来给大家介绍就好了 那这里你会看到我已经是进行到一个成功交换了 这里的话需要将我们的ETH选择一下 然后这边的话是选择PXETH以及是那个WETH和那个OETH 缓解的话我需给各位观众也演示了 因为大家足够聪明 足够可以进行到一个交换 那在这里交换完成之后我们看一下 交换后续是如何走的 请注意啊在这里是要兑换成为以下三种资产 如果你的ETH本身不多的情况下 就是你的测试币不多的情况下 请尽可能少转一点 我刚刚0.01我都觉得有点多 你可以适当的减少一点0.001这样子 然后再是到一个它最近开放的一个任务 是9月30日到10月14日的这个任务 这里你跟着我的交换步骤来走就可以了 这边点击一个创建PXETH和WETH的这个池子 我们点开相对应的链接 然后等待到页面的加载 然后这里选取到第一个 然后进行到下一步 这里的话是选取到对应的一个交一对的代币 这两个不要选错 因为为什么要去做一个创建池子呢 因为它这一步的话 任务环节不是已经有说过吗 就是说我们务必是要去自行创建到一个池子 因为这是它的目标 这是它的任务目标 然后这边选取到PXETH 然后这里选取到WETH 这里勾选到一个E 然后选取到下一步 然后这边的话选取到第一个 然后这里的话是无需任何的抵押品 这边的话也是无需任何的抵押品 然后去创建一个池子 这里的话钱包需要确认一下交易 但它花费的费用会比较多 这里边要注意一下消耗 它要扣掉0.3的ETH 虽然是测试币了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测试币领取还是比较难的 你在创建成功完池子之后的话 在你的正上方有个DigiBall的页面 这边的话会有你创建的池子 那这里的话我们以这个来作为一个例子 我们刚刚只交互到一个PXETH 所以我的WETH这边显示的数额是0 你不用担心 如果你正常按照我刚刚教学的那个步骤来的话 你这边也是有具体的余额的 然后你这边输入的数额不能超出你的Balance的余额 就是你的账户余额 然后这边的话会有具体的数额 直接会体现在这里的 你只需要输入第一个对话框就好了 然后它在这个方向上需要我们进行到多次 应该是两次的演示 我们来翻到哪一个任务板块 这里要进行至少两次交互 一个是PXETH 一个是WETH 然后这两个进行到一个Swap 相对应的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 会更加的清楚明了一些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也的收看 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的话我们将立即更新 今天突然之间爆火的项目 实际上就是利用到 我会利用一下免费的开源软件 GETCHARB进行部署云节点 通过部署的话可以拿到一张NFT 未来的话是会有很大价值的 那么大家敬请期待 感谢观看